在湖北省呢 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县城 中祥县 虽然现在社会很不起眼 但是这个县在历史上就小有名气 原因在于古代看中风水 而此地风水极好 中祥二字还是明朝的家庆皇帝赐名的 京东历史的人都会了解到 这块地曾经是六位皇帝 还是皇子时的封地 是块宝地啊 在这个地方还发现了 尹晋王的陵墓 这个尹晋王是朱元璋的23个儿子 据说墓地的城墙就有100多丈 还是红色的 非常宏伟 地面上有好几间大殿 还有好几间房子 朱元璋对自己的儿子都是如此的优待 都是效仿汉高祖刘邦的政策 刘邦当时就是立自己的第一个儿子为太子 其他的儿子为亲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封地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国 而太子的工作便是管理好这些小国 保护好百姓 尹晋王虽然排名好后 但朱元璋给其的待遇也是非常高的 待遇高随葬品自然少不到哪去 所以这个墓历经多次被盗 就连日本人都用炸药炸过地宫 想要拿走里边的宝物 好在城墙稳固 日本人几次轰炸都没有炸开 后来我国的专家们对墓地进行保护性挖掘 里边的宝物不尽其数 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有着龙凤画面的青花瓷瓶 这件宝物是现在湖北省考古专家们 最引以为傲的发掘成果 文物发掘时专家们都非常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